嘿 大家好 我是疯狂大夫的弟弟 疯狂带货 今天我们要带的货就是卷心菜投手 玉米投手 那么在带货之前呢 我们要先把我们的便携式转换桌做一下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普通的转换桌 做起来也是十分的麻烦 然后我刚刚在清理草坪的时候又多打出来了一点点我们的卷心菜虫子 以及我们的玉米种子 然后便携式转换桌也是十分的好做 我们只需要拿出来一堆煤炭就好了 嘿 哈 嘿 哈 嘿嘿 我们的便携式转换桌就这么出来了呀 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方便很多了 然后 这边刷了一个流浪商人诶 我们如果要做投手的话 必须要做一个锄头 因为我们要种地嘛 先来把我们的地给种一种啊 这边五个再挖一个吧 就全部种在水旁边 好看 也不是很好看了 然后这个树的话 上一期我看评论有人说 种不出来的 其实是能种出来的 你们看 就只是 只是它长得会比较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它是真的能种出来的就对的 这 长得慢的话 我们其实也可以用骨粉来催熟它啊 我有骨粉吗 我应该有骨粉吧 对不起 我没有骨粉了 再来说我们的投手啊 投手我们需要投制精华 不是 那个叫什么精华 完了我忘记了 总之这个精华需要我们的沙岩 哦 这边挖两层就挖到沙岩了 我们需要沙岩来来来来来 反正就是把沙岩辐射掉就对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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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岩肯定也够了 回家 不是 意料之外 我居然没有骨粉了 箱子里面有啊 箱子是空的 我忘记了 怎么办 怎么办 我们没有骨粉 这要等它长成得长到啥时候啊 我们要不去打一只小白吧 这地底下刚好有一只小白 我们家下面可能是一个矿洞啊 下面很多怪物 哎 不行 我要去找一只小白来玩 我没有做剑 拿斧子吧 斧子伤害也挺高的 我要去找小白玩 走着 有食物吗 我这食物有点可怜呀 只能吃我们的胡萝卜 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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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萝卜长得还有点少 展现我技术的时间到了 落地水 nice 兄弟们 再往下嘛 落地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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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只蝙蝠 啊 这种里面还有四个铁 我上次烧的 没拿走 太帅了 来找一找矿洞啊 这里有没有小白 这边红石啊 我们能挖走就挖走对吧 反正都是emc值嘛 不要白不要 怎么感觉这里不会有小白的样子呢 这是我自己挖出来的坑啊 哦呦 这边的僵尸就比较多 可是我想要的是小白啊 别这样 进岩浆里面 烧死你 我想要的是小白啊 这上面好像还有一层 我们去上面吧 完了 这底下怎么这么黑啊 前面有一只女巫 惹不起女巫 好吧 女巫我惹不起 女巫有点恐怖 我们现在搭上去吧 看上面有没有什么东西 远离女巫 哎 不是这女巫在上面的呀 哎呦 疼 过 过分了 你有点 别扔了 哎呀 要死了 别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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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不要你的股粉了 好吧 我就 我就 我就不要股粉了 我这膨胀我不要了行不行 这么欺负人的嘛 我要哭死了 来来 这边我们可以多重一点向日葵啊 啊 不着急 不着急 是吧 反正安全日还有一天 我这边长东西应该长得挺快的 这郁门 还有哪里能弄到股粉呢 啊 好气人啊 那个女巫 你可以换股粉吗 她 她不能换股粉 就看这价钱就知道 她就是个死奸商 叫什么流浪商人啊 叫黑心商人不好吗 真的是 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村庄好像可以搞到股粉哎 没错 就是这个 化肥桶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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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差点忘记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可以搞到股粉 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 我们只需要把没用的 没用的东西 往里面丢就好了 就比如说 比如说看哪个最便宜啊 比如说这个小麦种子 哎 最便宜 我们拿出来一组 然后就往里面放 哎 股粉 棒 好吧 我们现在终于有股粉了 那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投手了 叫什么玉米投手啊 卷心菜投手啊 对不对 走 回家 天要黑了 我们要速度快一点了 来 拿上我们的股粉 玉米 卷心菜 nice 很棒 好吧 玉米再种俩吧 没事 天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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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这个 哎 远程精华还是叫投制精华呀 这玩意叫啥呀 啊 这玩意叫投制精华 我们先把我们的投制精华来挖一挖 然后赶紧合成我们的卷心菜投手那一类的 好吧 卷心菜投手就是最普通的 只需要一个灰卡萌版就好了 所以 哎 灰卡萌版我们不有的是吗 这样围一圈 OK 灰卡萌版就有了 放上我们的卷心菜 加上我们的投制精华 卷心菜投手完成 玉米投手的话是需要一个绿卡模板 绿卡模板就需要我们的绿宝石 啊 这 不是 怎么这个玉米投手这么贵呀 绿卡模板加玉米 再加一圈我们的投制精华 哎嘿 出来了 然后我刚才发现了一个东西 这玩意叫做黄油投手 难道这玉米投手就真的是玉米投手吗 这个黄油投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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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这个玉米投手不会投黄油 真的假的 先丢出来嘛 先放出来先放出来 看一下它到底会不会投黄油好吧 我们先睡一觉 然后这个僵尸就要开始进攻了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今天的话僵尸应该要进攻了吧 这边怎么有支箭呀 小白射的嘛 完了我没看到小白 哎 为什么僵尸还没进攻 怎么安全日还剩一天呀 这个我能用指令来给它 来给它弄过去吗 这一天一天又一天 怎么感觉跟卡巴格了一样 我用指令调到晚上先 OK 天黑了 我再去睡一觉 我就不相信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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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卡巴格了吗 啊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今天僵尸总该来了吧 不要 不要太看得起我好吗 这大夫的脑子就在楼上给你 给 给 给你啃呢 僵尸到底来不来呀 吐了 那没办法 如果这僵尸不来的话 我们就在这挂机再挂一天嘛 看在这挂机挂一天之后 僵尸会不会来吧 哦 侯兄弟们 我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啊 首先我们先制作出一个兰卡模板 哎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卷心菜 再周围再围上一圈 近战精华 我们就可以合成我们的菜问 这个菜问是昨天僵尸2里面的角色吧 好像植物啊 不是角色 也可以叫角色了 我们可以种出来一个丑一丑 呃 我没有阳光了好像 没关系 我们的阳光树面 也是储存了十分多的阳光了 已经 哎 我们把菜问种在最前面 我们种在这里吧 这 菜问当炮灰用 这个菜问其实长得也挺喜感的了 天终于要黑了 我们再去睡一下吧 我就不信这次僵尸还不来 啊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呐 僵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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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僵尸你到底来不来呀 僵尸要来了吗 请问 我 我 没有 不能 像 Pero 虚 我们